出身自警察世家的袁詠儀 為人黑白分明,敢作敢言 看不過眼,有些話就馬上說 說的是真的 她這種率直的性格 令人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姿態的獵女 不知道當獵女遇上真愛的時候 她又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呢 我經常覺得男人 最喜歡覺得自己懶惹 試過有些煲湯給她喝 告訴我老公,聰明一點 大聲說,今晚有袁詠儀 袁詠儀在2001年 跟拍拖八年的張智琳低調結婚 自06年生了兒子魔童 一家三口,幸福美滿 省眼,兒子今年已經11歲了 還很英俊 而嬌嬌和嬌嬌依然恩愛 羨慕死不少女士 很多人都覺得嬌嬌很幸運 我也有幾個 老公有這麼英俊 不可以經常這樣 我也不太差 拖出商場的時候 你會否特別害怕 我告訴你,其實我覺得我很威風 很威風 很威風 戴個皮鹽,你揹手袋出 每個人都稱讚你的手袋漂亮 是否很威風 你覺得很大女人主義 但如果人家說 你看她的老婆,我馬上會生氣 但外面很多人對你有很多誤解 她一向是自強不適 主動性比較強的人 於是大家覺得 我們所認識的柴蕊 真的很溫文意 大家立即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會否在家裡 其實她已經支配了所有東西 因為有她的存在 她的兒子和老公都沒有自由 其實我不是… 對,我不是管得丈夫或兒子那麼緊 因為我真的很深信 是管不了的 她要變,真的可以變 腦袋在想甚麼 心裡有甚麼感受 對,我不會做這件事 大部分人覺得袁詠儀是一個女警 家庭背景 挺不錯的 對… 女警連想到… 她是虎媽 連想到把槍和手扣 對嗎 還有… 警棍 警棍 不是事必要你說 你說的背情旁正宗 跟一個女警的老婆沒有對話 只有落口供 我一定要用這個機會澄清一下 我絕對不是你們口中所說的人 是否是虎媽 我在家裡絕對不是這樣 但你說是否規矩 我覺得我有70%是這樣的 例如那些… 麻煩你去廁所,拿起板子 吃飯,叫人… 究竟是男女 對,吃飯,吃完碗飯 喝完碗湯才可以離開座位 吃飯時,最重要不要含著飯說話 不要剩下飯粒嗎 對 有些人會覺得 為甚麼,自己家人吃飯 需要這麼多規矩嗎 只是說說話而已 為甚麼不行 我說其實不是不行 不過含著彈放,說話就不太好 第一,你會噴出來 第二,你會捉傷,對吧 第三,你在家裡這樣 將來你跟李嘉誠吃飯又是這樣 我沒想過李嘉誠 我只是… 我也沒想過 你是這樣,別人就不給你機會 別人這種官人於美 對,這個也是一個… 你的意思是出道失禮了 對,可能我害怕 沒有,我只是跟兒子說 你將來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飯 是否不太好 女生不會喜歡你 我只想到這樣 如果你的兒子這麼大 例如你老公,你也是這樣對他嗎 提醒他 很簡單,我記得我初認識我老公時 他有甚麼習慣 我對他喝茶 例如他喜歡吃蝦餃 例如他喜歡吃蝦餃 可能你約了朋友八個人 來了三、四個人 他叫龍蝦餃 他喜歡吃光,他全都吃光 我的慣例是 你一個人就吃一顆 你多吃兩顆 你不會全都吃四顆 我問你應該要留給別人嗎 你也不就再叫吧 他是這個概念 看他這樣時,我就說其實不是 可能你… 你現在先吃兩顆 你待會可以叫其他東西來 然後再吃一下 你現在吃飽了 你就吃不到其他東西 我用這些大悲咒的方法 不停在耳邊說 大悲咒? 對 我會有這些規矩 但我不是那些… 說,今天吃了甚麼 多少錢,用了 我不是這個… 立正 但我想他的性格 不會害怕別人直接批評他 是嗎? 我很樂於接受批評 對,因為我很主觀 我覺得我不可能一定適合 我一定要有人告訴我 當然我最… 最聽的是老公說 這不是他叫我坐在家的旗 而是他給我的意見,我是很聽的 因為他跟我很不相似 是的 所以他可能會看到一些 我看不到的問題 在教兒子方面,其實他也會幫我 有一段時間我兒子很不喜歡我 簡直是要比媽媽更換 是 當時我當然不覺得我有問題 有沒有搞錯 盡心盡力為你,鞠躬盡碎 大哥,你這樣對我? 過去抱他,他會推開我 真的很可憐 然後我老公也會告訴我問題在哪裡 現在的年代和時代不一樣 特別是讓他去國際有效受教育 他不多不少不像我們以前 他說有些事情要自己去調整 他說他就幫不了我 他說不如你去問社工、心理輔導 我真的去看完這些之後 其實我對兒子真的有很大的改變 我在某程度上沒有以前那麼多 不可以 而是例如我知道他會做的事情 一定會出事 我就會說不如我們一起去做 看看怎樣 但我以前可能是一定不行 我覺得既然要試的,一起去試吧 即是換了相處的方式 其實現在是 對 你有沒有試過跟Chi Leng 因為教育而發生大衝突 當然有 因為有甚麼事 就是這些小細節而已 它是比較重的嗎 對,我想是那些很放養的 就是那些,你就隨便它吧 我覺得你脫掉鞋子,是否要自己撿 你撿在這裡做甚麼 我老公就會覺得不要緊 反正姐姐在這裡就要去撿 就是這些事情 大家真的要處理很久 現在你找到出口味嗎 現在我去管工人的飯就由我去管 你不用多事了 現在分組了嗎 對 我叫工人這樣 不要幫他,你就叫不要幫他 這些都是要大家去商量 也是要 兒子就可以慢慢教 那老公呢 你跟老公之間 有否悟出甚麼相處之道 我覺得現在要學習的是 究竟甚麼說話應該說 甚麼說話不應該說 例如有些說話是… 我怕說出來,他知道他會不開心 我就選擇不說 現在好像你照顧他的感受 不知道… 想他多一點 不過男人某些方面有自尊心 對嗎 對… 有時他慢慢步入更年期 我剛才想問,是否… 還未… 還未吧,才是幾歲 還未到,但你也知道 現在很久了 心臟病、癌症 十多二十歲也有大腸癌 現在你很難說 是 有工作壓力,又要上大陸 有錢、又要上法庭 這些事情 在外面出來,有幾十顆燈子 很美麗,身心俱備 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他又只有那條命 你說怎樣承受這樣的重擔 是,其實我覺得現在要多了 要關心他不是物質的生活 是他裡面的… 精神生活 對,精神生活 心靈的事 對,我覺得要做得很困難 以我的性格 其實我經常聽說兩夫妻的理論 就是永遠保持距離是最好的 最初不懂的,因為你最初甜蜜蜜 糖痴痘只是鹽痴不夠緊 是 但你過了那個階段後 一定會發生一些事 大火、大火、大風暴 你就知道距離是重要的 但距離一抹大了,又害怕了 又不行了 又糟糕了 我覺得真的很認同 結婚這麼久,又有小朋友之後 我發現原來兩個人真的很…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很討厭 我們有時候可以坐在這裡 一天、半天都沒有話說 不是沒有話說,而是… 家裡不錯、舒服 可能三天在家裡也不說話 那種很不錯的 我覺得這樣比拍檯、拍椅 始終我經常覺得拍檯、拍檔太傷 特別我很了解自己說話 可能會很傷一個人 很直指 但你說完後收不回 可能有個小朋友 有時候會有共同話題 看到兒子做一些搞笑的事 很開心 有浪漫的二人世界嗎 有,但亦會有… 大家不說話的時候 最近也是探討 是否大家也要有距離 最初是浪漫,到最後是漫浪 這是正常的 不是怎樣過一輩子 對,因為想想要怎樣過一輩子 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要… 不要太緊 現在我們倆這麼年輕 張哲林又這麼英明神佬 很誘惑 那又怎樣 對,生命很多衝擊 我可以帶給她這個衝擊 這個我們留下一部分說 好 浪漫是否一定很兇 還是要小朋友學很多東西 麻煩你,麻煩你 我也很想做浪漫 浪漫還是浪漫 浪漫 那我是浪漫 我問你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她這麼英明神佬 外面當然有很多人喜歡她 對 你有自己的方式可以監控她嗎 即是用監控 不好意思…又是我… 我又忍不住了 我要問問 比較有建設性 對,很有建設性 我已經偷看了你丈夫很久 是 她是酷魔,英俊 我一定有很多女人飛撲起來 是 那你怎樣能監控她 因為我身邊的女兒都監控我 為何要重複我 這是人員的保安機 好嗎?好建設性嗎 我真的沒有監控 我很多時候很喜歡在旁邊看 而且是非來猛 即是非來猛 你在這裡,她們也會這樣嗎 還不當我存在 不是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誰 待會有機會告訴你 好 是否有心情 即是跟我老公打招呼 我站在旁邊也看不到 對…有 對,會有的 但我… 別那麼猖狂 不是猖狂,她是真情流露 女人忍不住 你為何要跟那個人說好笑 是這樣,不是的 是對的正常 我明白她真的真情流露 她太喜歡,所以會這樣 招絲無想 對 我不會即時發脾氣 我沒有 我反而會是過後 我會說那個人那麼有趣 好像看不到我 我會說不用理會她 其實你也有責任 你也應該馬上說 我老婆 介紹你認識吧 對,我說這樣會否減少很多麻煩 不會呢 我老公便說 好,下次吧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非來萬一出現 我會很快跟她探討這個問題 對,我老公覺得我… 因為她懷孕而沒有出事 而且因為她是鍾情於你而沒有出事 這是兩個境界 我覺得我老公怕麻煩 即這一刻… 對,害怕的 對,這一刻怕麻煩 她不會給自己麻煩 這是最大的阻嚇力 因為你去大陸或是天眼 我有多線眼 我不需要天眼 視頻 我是線眼 對嗎?視頻 你真的要報滿了線眼 不是我想報滿的 自然有人會… 我好像認識別人多,你明白嗎 每個人都會回答我 我跟志林哥合作 我說是嗎 但我很好地照顧她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有東西要報問… 但我身邊的女朋友 都會很喜歡檢查我的手機 你會否檢查我老公 我試過 坦白 對,當然覺得好奇心 有甚麼效果 不斷叮叮叮,是誰 那些當然是這樣的 不叮叮才會害怕 震一震才會害怕 是嗎?我不是的 早知道叮叮叮就問了 我也試過看 因為她覺得其實不太好 她說她覺得我這樣不好 那件事沒有生氣嗎 我老公很少生氣 不代表她的脾氣好 也不代表我的脾氣差 她真的很少… 她會很好的心情跟你說 她不想這樣 她覺得這樣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私隱 你也不相信我 要尊重她 我覺得可以 既然你這樣說 我就不再檢查她這些東西 多年有沒有這些誤會過 有沒有你真的… 沒有就假的 不是的,看來真的… 可能有些事 當然有 試過有些煲湯給她喝 我也會告訴她 我說會這樣 她口心她喝了她才回來 心意卡 她讓你知道 我想告訴她 她還要可愛得拿回來給我喝 你明白嗎 所以我才知道為何要煲湯 這回事 奔香 我經常覺得男人 最喜歡覺得自己很幽默 覺得自己很好笑 說自己有味道 特別你這些很有學識的 其實不少不少 一定有很多女人很仰望 夠不夠吧 對吧 說保證你也不相信 幽默,又覺得像英俊 又懂事,是不是很出事 其實你要搞清楚 有些人不可以過分幽默 即是男人的事 一開口說話 沒有雷公說大了 我怎知道憂你,不憂他 才子聽說你由焦到馬 說大了 對,尤其是我們那些靠開口 你有甚麼靠開口嗎 我肯定才子一定有很多這些禍 很多就不多 鬼叫開養 不用說一定 鬼叫開養,又不像張智 又不像黃秋生 不,我想告訴你 不是的 現在的女生… 現在的女生很多是喜歡女變 不一定是樣子,我就是 喜歡她的女生 我真的認識很多 我也見過很多英俊 我真的覺得我老公吸引我的是… 裡面 不是她的樣子 對,不是 所以我覺得你肯定有很多 糟了 不知道她的電話不開聲 因為整個蛇叮叮叮叮叮叮 有個英俊老公說不擔心是假的 雖然有傳97年 志臂和黎智拍電影 美麗加音拍床上戲 而之後跟蛇思萬拍劇傳悲聞 令美麗一聽見蛇的名字 臉部立即變黑 如果你遇到一些女性是那種類型 可能她會喜歡… 她會喜歡 她會投緣 你會否儘快下防護傘 如果我感覺到,我當然會 除非你不改這個人 我要捍衛我的… 領土原則 愛情也好 家庭也好,我一定會這樣做 我首先做了,有否可以做 不是我一個人的決定 可以做甚麼,但其實… 如你所說,先下閘,站在那裡 大大的老婆站在那裡 即是她去哪裡,走到哪裡 陪她去工作 對,我剛才說她在工作的時候 我會的… 但你說我會否… 如果她真的保安地站在那裡 看著我,我便不會 即是告訴… 她也不會喜歡 告訴我老公,聰明一點 就出現在現場 還不女警 一般都會聰明 我覺得女人有一個天生 即是獵犬的特質 是 雖然她不太漂亮 是 但有某種風情 對你的老公有某些意思 對… 放電 對… 而阿Chi 有點短短 現在這分鐘還未收到 但讓她多放兩天就收到了 對… 這個防護罩… 阻折的電波 在這個時候要出,是這個原因 沒錯 因為女人的老婆這方面的鏡頭 比老公更快 對… 對… 有時候老公還未中招 老婆知道她 能預計到 其實很多女人都是這樣 即使你真的感覺到有這些 你真的站在那裡 那男人真的要變 那你可以怎樣 我真的在大陸見過 有個攝影師 可以有老婆在這間房間 而兒女就在隔壁房間 偽高人膽大 對,我看到這些之後 我真的覺得沒有東西是必定的 我想阿靚靚有這樣的老公 在這方面尤其要好心 不過這樣,不可以經常這樣說 其實我的老公也很擔心我 是甚麼事 對,對… 對,我認識你 你問阿湯 當然了 這些不如有單情 我老公經常打電話 檢查我去哪裡 是嗎 對,是真的 甚麼 很害怕 對,反過來反過來 你拍攝電影時 你也有男主角 養夢者 這麼多年,真的有人追求你嗎 即使你已經有自己 不,我旅景也很厲害 我認識一個人 我感覺到那個人有些東西 我很清晰地告訴對方 我不會給任何人有任何的遐想 所以我經常告訴我老公 你看看我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些?沒有 我說為何你這樣 因為你幽默 有甚麼很幽默 你看我們這些感覺都不對勁 馬上發官的樣子上身 但可能男人是很難的 不會去得那麼絕 沒有…我告訴你 男人喜歡有人崇拜 是嗎?才子 我亦知道這件事 一樣吧 我亦明白這件事 適當的時候才會拍手 當然了,要有英雄 對,其實你很值得羨慕 因為他們兩個都很坦白 可以互相坦誠地說自己的筆劃 對… 說得很珍貴 我覺得很好 就是我跟老公現在很多事都會說出來 不會說算了…別任由他 我們是沒有的,真的要說 我們有很多事都很投緣 多多說一段時間 整個季節都說,漂亮也行 你知道嗎 但他沒空,他要照顧兒子、照顧老公 我們有一份禮物送給他 不是吧?這麼開心 對 Pike就是這本 我的極品四大獎勞的書 魔童占大,又英俊 所以這本書就是給你漂亮的 學習如何做老爺、奶奶 愛父、愛母 我學嗎?好 時間過得很快 但很多人都在想 下一個懸念就是哪個女生 有這樣的天大面子、這樣的幸福 是會做到你漂亮的媳婦 很快而已,三多年而已 不是吧,11歲而已 會否奉旨成婚還會快一點 不要 大家勵士,對吧 對 那又如何呢?到那時候… 是,如果我做奶奶 我一定會做一個 比愛媳婦多於愛媳婦 比愛媳婦 對 很意外 因為我這樣才會多一個女兒 如果我的兒子娶了老婆 就可能… 多一個女兒 就去了老婆那邊 好像很定律 但如果你對媳婦較好 愛媳婦比愛媳婦更多 媳婦就會經常想見到我 那我會否多一個兒子 又多一個女兒 這方面,理論上說得通 不過做就怎樣做 對… 你不順眼,怎麼辦 好,謝謝… 繼續漂亮,永遠漂亮 兒子送生日禮物 打開電話來 突然認識了這個女朋友之後 忘記媽媽生日 你說是否興奮 是否覺得她不順 女朋友嫁了她 她就受不了老婆不順 是否覺得她不順眼 你別這樣說 這些不能外出的 是否覺得她不順眼 現在她要照出 她不順眼 她不順眼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不順眼 忍我